Audio Jungle 冒出熊熊浓烟和火焰 2018年1月7日 美联社韩国海岸警卫队八拿马级邮轮桑几号 6日在东海渔货船相撞后起火 至今不断发生爆燃 有爆炸和沉煤危险 事故中失联的31名船员仍下落不明 中方表示将全力做好搜救 灭火 污染防控工作 新华社报道 6日晚间751分左右 桑齐号 桑齐 于香港集散货船长风水晶号 在长江口 以东约160海里处发生碰撞 载有13.6摩吨 您吸油的桑齐号起火 之后持续燃烧 不时发生爆燃 中国救援人员多次接近事故传货 尝试搜救和灭火 但在10、11日作业过程中 桑齐号均发生剧烈爆燃 迫使作业传货后撤 中国交通运输部上海海事局 1月12日在上海召开记者会 公布桑齐号搜救于污染 防控最新进展 上海海事局副局 长西群威说 事故发生以来 桑齐号持续燃烧病不断爆燃 船身又轻 受海流 风力影响 向东南飘移 谢群威表示 综合现场情 矿和专家小组联叹 桑齐号火势依然梦烈 存在爆炸 沉煤等危险 挥发核燃烧产 生的有毒气体队 救援人员危害很大 加上海矿恶劣 增加现场救 原工作难度 报道指出 桑齐号装载的宁溪油 在5小时的挥发量 达到99% 24小时后几乎完全挥发 末一发生泄漏 对海洋环境造成的影响 比原油泄漏会小得多 但在空气中弥漫 欲凝火 亦引发火灾爆炸 挥发后对大气疆 造成一定污染 至于伊朗方面 指中方搜救事故中失联的伊朗籍船 原不积极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陆康 下午在例行 记者会重申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病 一直尽最大努力搜救失踪船员 陆康表示 中方已根据伊方申请 以最快速度 协助12名伊朗专业搜救人员 抵达上海 并正在安排这些人 远紧 快参与救援行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